臨近貶地的中國雲南省邊境城市瑞利市 疫情加劇 已經連續數日出現 包括本土病例在內的新增病例 4月2日再徵12人染疫 有當地人指出 3月中應該就有病例了 懷疑當局隱瞞疫情 中國大陸房產開發商的債務問題嚴重 違約風險上升 資金鏈風險正導致更多房產項目停工爛尾 令各地眾多業主陷入有加難回的困境 承受房貸 房租等多重壓力 一些業主已經停待 廣西監獄管理局局長李建洛馬 他曾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 又一年清明節來臨 死不起 葬不起 天價木等再度成為中國人的敏感話題 據報導 在北京和上海兩大一線城市 目的價格持續走高 從十幾萬到上百萬都有 有望民哀嘆直言 這就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死無葬身之地啊 新唐人雅菜電視 正麗報導